十种引法术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苏诺及其十种弑神或为复活亡人 大家好,我是五个光 本周刚刚更新的218话中 除了越发癫狂的女版纯爱以外 苏诺召唤出了两只全新弑神 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浮黑的十种引法术和天玺瑰宝 也就是十种神宝 是存在着对应关系的 本次新出现的两只弑神 同样能够找到对应的神宝 率先登场的原路 从他颈部左侧的符文可以看出 对应的是死反御 原路能够使用反转疏尸的效果 和传说中能够把灵魂交毁现世的死反御 也十分匹配 随后出现的灌牛 符文和大多数诗神一样印在了额头 这个符文对应的神宝是风比利 传说中这个用于驱散毒虫的神宝 似乎和暴牛的形象不太符合 但联想到他对手身上的昆虫装甲 其实还是挺应景的 在这两个神宝对应的诗神也出现了之后 天玺瑰宝中就只剩下蛇比利 还没有对应的诗神了 有趣的是 最后这种神宝的符文 和魔虚罗头顶的法轮十分相似 也就是218话中 一直悬于苏挪头顶的法器 会不会存在着一种可能 魔虚罗对应的并非一种神宝 而是同时代表八卧剑和蛇比利呢 毕竟一种诗神对应两种神宝的情况 在过往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第一话就登场的一黑一百两只狱犬 额头的符文对应的分别就是 足狱和盗反狱两种神宝 在白色狱犬被救灵破坏之后 才只剩下足狱对应的符文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 那就代表着 宿罗已经集齐了十种神宝 一个存在已久的猜测 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之中 当十种神宝集齐时 可以让王者重生 日本的史书 《现代旧事本集》中曾有记载 神灵饶宿天尊降临时 天神御祖赐给他十种神宝 有一段名为十种符词的注词 记载了十种神宝的来历 效用和使用方法 这段注词的大致意思是 天神御祖赏赐饶宿天尊十种神器 让他手持神器降临日本 并告诉他应该如何摆放 当人们生病时 使用这十种神器 口中涌向不留真言 就算是死人也可以复生 诸此中提到的不留真言 也就是浮黑数次召唤摩虚罗时 口中所念的内容 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读者猜测 摩虚罗是十种引法术的终点 成功调服摩虚罗后 便可以使用十种神宝复活亡人 苏诺也是因为这一特性 才不断关注浮黑成长的 这一推测的逻辑十分严密 一直到宿诺占据了浮黑肉体的今天 依然让人觉得可信度很高 唯一的问题是 究竟有谁 值得宿诺耗费如此多精力去复活呢 千年前的旧部李梅已经受肉重生 如果没有新人物登场的话 我们只能猜测 他想以自己本来的身躯再活一世 但这样的发展实在太过无趣 我更希望毒眼猫能花些笔墨 描绘平安时期 让我们了解诅咒之王的恩怨情仇 以及他等待了千年的那个人 本话中 除了宿诺召唤的两只全息弑神以外 他对于洗肿引法术的巨大化用法 也显得有些耐人寻味 他还同时让我产生了另一个疑问 这两只弑神是宿诺掉伏的吗 关于宿诺对于弑神的巨大化用法 本话的描述是这样的 宿诺有意让弑神保持不稳定的状态 以达到增加范围的目的 同时也能避免弑神被完全破坏 在当时召唤弑神叶攻击珍兮时 为了一举灭敌 增大范围的做法可以理解 但在核万的战斗中 宿诺仍在不断使用巨大化的弑神 增大范围这个理由 就显得有些牵强了 毕竟巨大化会导致攻击力的直线下降 虽然宿诺海量的周历 能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点 但如果使用正常大小的弑神 无疑可以更快地结束战斗 所以宿诺一直不断使用巨大化弑神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害怕现有的弑神被破坏 至于宿诺为什么害怕弑神被破坏 也只剩下一种解释 他目前没有调伏弑神的能力 在这个有得必有失的咒术世界中 宿诺通过占据浮黑肉体 得到了十种引法术之后 被加上相关束缚 导致不能调伏新的弑神 还是很合情合理的 但如果沿着这个路径思考的话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浮黑掉伏了两个强力弑神 为什么不用呢 我能想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就是这两个弑神 对于咒力的消耗实在太大了 不同弑神对于咒力的消耗 确实有着很大差别 早在44话 浮黑第一次交换满象时就曾说过 因为这个弑神 咒力消耗很大 所以他无法和其他弑神一起交换 两个新弑神的效果 都远超过往的弑神 一个是能够疗愈伤势的反转术士 另一个则是可以称得上法则之力的 随距离增加攻击 浮黑目前的咒力 很难长时间维持他们的存在 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战斗中 一直习惯精打细算的浮黑 自然不会轻易交换出 让自己咒力枯竭的弑神 这也就导致过往的战斗中 我们一直没能见到 这两只效果堪称逆天的神兽 本话中最让我废解的部分 是宿诺召唤出只有一半的摩虚罗 在117话浮黑召唤摩虚罗时曾提到 多人参与的掉服是无效的 所以在色谷 被宿诺打败的摩虚罗 并不算是浮黑掉服成功 那么宿诺又为什么能够召唤出他的法轮 以及他的本体 是否在色谷一战中 被宿诺的斩机和火焰 直接毁灭了呢 这两个问题 我们又在漫画中找到答案 如果你对他们同样感兴趣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 留下你的想法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下周不休看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周三会有情报放出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千万别忘了关注订阅我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五颗光 我们下期再见